今天第三部分我们要探讨的是川普发表了他日内的第二份国情资文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在国会发表国情资文提到多项外交政策 其中他正式宣布将于2月27至28号在越南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会面举行第二次美朝峰会 至于举办地点特朗普8号在社交网站发文宣布第二次美朝峰会将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 越南外交部表示欢迎并表示坚定支持旨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对话 越方随时准备与有关各方合作为确保会晤成功举办做出贡献 而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比根6号上午启程前往朝鲜就第二次美朝峰会展开磋商 有韩国专家分析指出能否仔细定出明天核设施的申报验证废弃将会是致辞峰会的关键 但目前还难以预测峰会将取得何种具体成果 特朗普总统这次发表国务资问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因为他没有能够按照原定的时间到中央医院来做这样的一个国务资文 当然也是由于美国党派之声了 因为众议院的多数党民主党反对他要求拨款修监美墨的边境墙 但是也只不过特朗普也只不过原来的时间推迟了一个星期 终于在上星期也就是在5号到中央医院发表了国务资文 那么川普这次国务资文里面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他说他而且是用了这个很严肃很认真的在说 美国绝不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后来呢我看到美国媒体也有对这句话也有评论 说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这样说 美国绝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意识形态里面呢 这个社会主义是一种邪恶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这种情况现在正在发生变化 特别是比方说美国这个民主党 我们说上次这个2016年美国民主党里面呼声很高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当然他最后是被希拉里克林顿打败了 就桑德斯伯尼桑德斯 伯尼桑德斯就是一个公开宣称美国要执行一些社会主义政策 他虽然没有说美国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他要引进很多社会主义的这个政策 那么这第一次在美国两大党当中之一 也就是在民主党内 有人以社会主义作为竞选纲领来参加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竞选 而且已经进入了前三名 那么这也就说明了 美国的相当一部分民众美国的一部分政客 不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异端邪说 不再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邪恶的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趋势呢正在扩大 特别是美国的这个青年人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接受社会主义 当然他们的这个社会主义 更多的恐怕不是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社会主义 而是类似欧洲的那种民主社会主义 北欧式的这个社会主义 但是他毕竟是社会主义 所以川普很敏感的他察觉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以这个捍卫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制度 坚决不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其实我们一般人大概都不会认为 美国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开始出现 不仅开始出现 而且呢出现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一点 所以从这一点来理解 为什么川普要斩钉截铁地说 美国绝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因为正因为他看到了 美国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这不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很有趣的一种趋势吗 所以从这点看啊 这个当然川普还是 还是把他的这个国情咨文呢 我说的就是把他当做一个竞选演说 或者是竞选演说的一个前奏 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的 因为对于川普来说的话 他一定要这个争取竞选连任 只有这样他才能不仅才能够保护 继续推行这个川普主义啊 更重要的是他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只要他在白宫 那么他就能够保护自己 也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家人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对川普这个国情咨文的这个在美国舆论呢 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反应 这个那些反对川普的人 当然继续会批评川普的这个国情咨文 而且呢这个美国媒体也观察到 实际上无论是美国的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两党都在为川普不能够胜出 2020的这个总统大选在做准备 民主党当然就不用说了 他们当然民主党内已经开始有人 这个要出来表态自己要参选 那么就作为整体来说 民主党肯定是要想打败这个川普 取而代之的 但是共和党呢 共和党里面的一些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呢 也认为川普很可能赢不了明年这个大选 而且川普能不能获得 共和党里面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一个提名 党内也有激烈这个争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川普在他这次国情咨文的话 他要做一种信心的这个喊话 首先他是要求共和党人要继续支持他 让他成为一个就是共和党这个总统候选人 投入明年这个大选 那么在川普这个上星期的国情咨文当中呢 也用了一些篇幅 不多的这个篇幅 谈到了这个外交问题 那么也谈到了这个中美贸易的问题 跟以前一样 他还是表达了对于中美贸易能够取得一个协议 表示很有信心 他认为这个中美两国能够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 当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行动呢 也确实正在有条不紊的在展开 比方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副部长级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团 已经在北京了 那么然后呢 也就在本周之内 美国的两位重量级的这个部长啊 也就是这个财政部长和这个贸易代表 也要到达北京和刘鹤福同理来谈判这个解决中美贸易的问题 那么中美贸易的 我想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相关这个谈判的也是先一后难 那么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最困难的这个部分 那么虽然出于不同的这个立场 也出于不同这个利益 但是中美的这个最高层呢 都是愿意 都是想要避免中美之间爆发一场贸易战 其实从川普的角度来说 同样是如此 川普现在的这个有关中美贸易的言论呢 已经跟去年完全不一样 去年可以说他是这个来势汹汹 这个相当这个强硬 但是今年他更多的表达的都是善意 都是希望这个贸易谈判能够取得成果 为什么 中美贸易谈判能够取得成果 或者有利于他的这个竞选连任 而不是说如果中美两国 这个如果 如果这个发生了一场 这个两败俱伤的这样一场贸易战 那不仅对中国经济 对美国经济 都会造成重大的这个伤害 而且对于世界经济 它都会带来连带的这个伤害 川普难道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局面吗 虽然他也想遏制中国 虽然他也想这个阻止中国的这个发展和这个壮大 但是对他来说 能够让美国的经济平稳的运行 这才是他竞选连任的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川普 当然也谈到了就是他和金正恩的会面 而且呢 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平壤方面也非常配合 平壤方面一直没有做主动的这个披露 也没有做主动的公布 而让川普来出这个风头 川普在这个国庆咨问当中呢 就已经公开宣布了 他和金正恩会在越南 在这个本月的27 28日在越南会举行会谈 那么然后呢 这两天呢 美国方面又传了消息 越南的什么地方呢 那么也确定了 是在河内 而不是在原来传说的 可能是在县港 也可能是在这个胡志明市 而是在越南的首都河内 那么这件事情是已经确定了 那么本来呢 美国的媒体还有这样的一个报道 说这个很可能 这个川普在到河内 这个建金正恩之后 能不能就变啊 到这个海南岛 这个去跟习近平主席来一个会谈 但现在看来这个中美双方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总的来看 这个川普的这一次国情咨文的这个发表 从时间上虽然被推迟了一个星期 但是呢 总体来看的话 还是有利于他 因为他当然会利用这个机会 一方面要这个总结自己这个执政 执政两年来 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绩 那么同时呢 虽然他没有公开宣布 但是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是表达了 他对于明年参加这个总统竞选 就是要竞选连任的 这样的一种决心 同时也是他的一种这个意志 那么整个这个国情咨文啊 虽然这个时间不长 大约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但是呢 川普在这个国情咨文演说中提到的 比方说包括这个 所谓美墨边境的 一些这个美国这个相关的 这个执法机构的一些人员 还有他们家属 还有一些 在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 合法的一个移民政策当中 获得了好处的这样的一些人的代表 他们都出席了这一次的这个国情咨文的这个演讲 那么这也是达到了川普所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